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枪寻仇 事情发生在20号凌晨12点多 一共有三车八人吃棍棒叫嚣 放鞭炮恐吓 看到警方到场还火速闯红灯 违规右转落跑 原来双方是为了两天前吃饭的地方起了口角 才会跑到举光路被害人的事务所里头放鞭炮 现场还留下残骸 警方调查原来21岁的潘系男子和43岁的灵性被害人 18号晚间就在同一间酒吧喝酒做隔壁桌 因为起身的时候发生碰撞 为此起口角互呛 潘系男子越想越气才会找人放鞭炮些份 他一时气不过 所以就率众 然后到灵性的这个民众的那个住处去做一个回损 而被害的灵性男子以前还是板桥区的市民代表 过去曾是当地角头的他 2017年暴力讨债曾被抓过 2018年到酒店喝酒还遭人埋伏痛 这一回又在酒吧和人起争执 对方寻仇找上门放鞭炮恐吓 下去警方以车追人 在五个小时内就带到潘信主贤 要他们替自己的嚣张行为付出代价 三连新闻 戴尾程旅警 新北市报道